原来日本的夏天是这么热的 到底有没有人敢吃海鲜料 呃 敢 给我妈咪看到一定打死我 你看那个汤头 现场喝富士山水 嗨嗨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 就是去的这个国家呢 就是日本啦 大家都知道 日本在8月24号那天 就倒那种河湖水进去海啦 我在出门之前 我妈妈一直跟我讲 你去去那边不要吃什么东西店啊 然后叫我不要喝水啊 叫我不要吃什么东西 但是anyway 这个trip是我们蛮早蛮早之前 就已经book好聊的 so 先来check一些 我们这个旅行其实是 7天午夜的一个日本之旅 会先从大阪 然后再到京都 然后再到东京 这样子的玩下去的 然后整个团费是8500块 包括了吃 喝 租 hotel 飞机票 还有disneyland 门票 交通 只要带你的脑袋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trip呢 我们是跟Yolo diving 跟time to japan一起搞的啦 然后我们的团员 大概7个人左右 各位 你看我们几篮 登记前还要买酒 我已经想到这个trip之后 会发生的事情了 就是一直在到酒就对了 哈啰 日本 耶 因为我们昨晚是晚机嘛 所以我们来到Airport的时候 是早上七八点 然后现在是早上九点 我们就马上开始 我们第一个行程 Osaka Castle 大阪城堡 OK 现在开始走对外行程了 我们第一站就来到太守哥的地方 但是我们现在要走过去 就是要沿着这条路 这样子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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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去那边 好晒啊 原来日本的夏天是这么热的 最热可以到三十四五度 OK 所以这是一起同行的团友小姐姐 两个美女啊 嗨 嗨 现在是早上十点啊 可是它的大太阳晒得很像马来西亚的十二点中午这样子 我们做冬天团的时候你们才报名 OK 哈哈哈 你懂我只要懂大阪这个这个地方吗 就是名侦探和 你有看到吗 名侦探和有啊 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侦探是大阪来的 然后他也是很聪明 是是是跟Conan一个level的 啊对 然后他只是比较有点黑 然后才很搞笑的 然后我就懂大阪关西这个名字 天守阁其实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 它是在封城秀吉的那个年代就已经建了 但是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天守阁 它是已经是第三版了 因为他们可能大火毁灭的时候 它就重新修复 但是网上有一些网友讲 如果对日本的List没有什么太感兴趣的话 是可以不用进去的 所以我们决定不要进去不要浪费钱啊 我们就去黑门市场 哈啰 请问你现在sort了哪一条羹 对 我说我要拍这个 浮布瓶翅 不能拿下来先才知道 好吗 里面是卖纪念品的地方 他讲里面有手办的 很紧张啊 这个是他们讲 日本吃点会有的东西 里面的午餐 是炸猪排饭 上一次我们去日本 就是没有吃到炸猪排饭 这一次就没吃到了 我们看它炸猪排蛮厚的 嗯 嗯 为什么日本的炸猪排可以炸嫩嫩 嗯 里面是炸猪排每次都是很干柴的 第二张我们来到了黑门市场 这个市场是非常出名就是卖各种海鲜的 但是在排海之后到底有没有人敢吃海鲜呢 Uncle 你敢吃海鲜吗 呃 敢 你敢 但是不太敢吃太深 哦 半生熟是ok啊 对对对 卖好多吃的都是吃的吃的 好大只脚啊 这边一只脚就已经差不多马币150块了 一脚快了 我前面其实有偷偷照我功课啦 他们讲黑门市场的东西都是比外面贵一点的 所以这边有特别多外国游客 然后他们就是躺他们的啦 但是这边有两个东西很好吃 就是豆浆跟草莓大福 哎呦 这个是我们潜水看到的嘛 是他没错就是他 对不起 我们挑战河豚赤山 千七燕 马币50 乌龟 生河豚 给我妈咪看到一定打死我 他们沙文鱼还有普通鱼鱼 他们完全不一样 他是比较脆口的 其实刚才我们在车上的时候 因为福岛一直有跟我们讲他们本人对于河无水这个东西是什么看法 其实他们说这边的海鲜呢 都尽量不会用福岛那边产的海鲜 啊 找到你了 是达福 还有小丸子 找到了 找到了 豆浆 我的手还没有吃我就要买豆浆了 看起来是不是有创业一百年的感觉 我怀疑我喝这个是豆腐了 西北浓 浓到有豆腐的味道了 这个一罐可以顶到晚餐 这个大幅真的大 这草莓有点酸酸的 大家把时间去别的地方不要来了 黑门 你们现在是ok 但是草莓酸的 ok 下一站我们来到了 新宅桥 原来新宅桥就是这样子的 马来西亚把骨骑饼当 什么鬼都有啦 就是有很多药妆店 然后很多衣服店 很多人在日本排海之后 还有没有人来日本旅行 真的少了很多 好多人啦 到底哪一个角度才可以站得到 到底要拍照片咯 把那个人全部蒙掉 这个螃蟹很出名的 什么 你吃的小红薯 看到会燈的那个 螃蟹 螃蟹啊 蛤 无访 就是各种各样的螃蟹料理 就是各种各样的螃蟹料理 咚咚咚咚 红色这个就是 一点点的红色 有啦可能在那面有的 ok 挖一架你挖 什么要嗨吧 这个 啊薯是咸的 ok啦 yuuu 今天的晚餐是大阪烧 还有炒面 这是矮瓜 然后这些不用什么 有沙的 然后还有这个是重点 接下来我们要自己做鲜鱼烧 哇 真厉害的 它这么一转就一个圈了 它是看不过眼 你看它的一脸就是 为什么会这样的 很礼貌啊 你看顶打一个 它都没有帮别人 只是来帮我们 就只要我们做鲜鱼烧 早安 今天是Day2我们就要从大阪去到京都了 而且我们是要打这个 新干线 而且这个新干线的票是包的 就是包在我们团费里面的 就是大阪去京都很靠近吧 大概冲个新干线15分钟 那主要就是体验一下啦 新干线很贵 是比较贵的 而且要很早订票 各位 现在是9点21分啊 给你们看一下外面几度 30度 我是早上7点起床啊 我被太阳晒一醒啊 刚才导游讲今天会到37,8度 跟团的好处发现了 我们上次自由行的时候 我找JR Line啊 在那个车站里面兜了很久 我们现在有导游带着 直接到门口 耶 我们到京都了 早上10点 5G抹茶啤酒 哇 你看啊 你看啊这班人 那你像我这样没有订阅 是不是突然间觉得 爱Castro more 是哦 放这样的处理吗 好处都可以大选择 报告今天是日本河污水考察 Day 2 现在我们来到了 京都的蓝山 然后我妈咪签订万组 叫我拍给她看 现在日本的河流到底怎样 所以我就录这段 给大家看 顺便给我妈咪看 这个是现在日本河水的现状 以前网上很多人讲河水变色 我自己看还是一样河水的颜色 还有人在里面抓鱼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日本人他们对于 排不排海这个东西心情是很平静的 他们就是照常出来玩 你看街道到处都是人 是抱着一个很chill的心态去看待 像是我们会一直担心 诶 吃了他们的海鲜 会不会死掉 会不会负害下一代 会不会种褐蛇 矮便之类的 日本人的寿命哦 在全世界寿命是最长的国家之一 在前面看到很多人在野餐 都是日本当地人 走了差不多20分钟我们终于到这个竹林了 很塞很塞这个过程 等一下我们找一下看如果找到好的位置 的话也可以share给大家 以后可以来这边拍 哇这个竹真的高耶 而且怎么长得这么直的这个竹 哇 好热啊我头发已经黏着我的肉了 旅行就是要带摄影师懂吗 很重要 吃饱喝足了 下一站我们现在就要去这个很出名很出名的鸟居 就是那个福建道河大社 反正就是很多网红一定必定要来到京都 就要打卡这个东西就对了 这个就是 道河大社 鸟居上面是给鸟柱了 它每一个鸟居的柱子上面都有字了 平成31年2月 沿路都有字 但是各位这边拍照真的很难 它的那个光照下来哦 脸有点红红 要找到特定的位置 你看这边很红 然后这边可能有光线的时候还 才稍微比较白一点 所以要很努力的抓 哇你看又暴晒 但是老实讲哦 这个地方有一点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宏伟 你看这个柱子 我手一摸 就已经吃到顶了 所以这边就是要避免你们的期望 它是比较小的 但是它柱子都很密 所以它就要努力抓脚 漂亮的晚霞 配上 好吃的晚餐 呀我们今晚吃这个 哇 烧肉&寿司 放提 就是buffet 不要等它 冲 OK 这是我们的价钱 2980Yen 65岁就是便宜一点 但是 我们是薄的 所以我们不用看这个价钱 寿司 韧拿 这个就是重点肉肉们 韧拿 哇很多种耶 这是猪肉猪肉 牛肉的 今天的厨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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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才能耶 不如不要做摄影师 拿看烤的肉 有才能吃光 嗨 Youtube一号的一天 现在是早上9点15分 然后我们现在要坐两个小时的车程 去到香根 然后香根是很出名文宣 还有那个one piece的海盗船 然后我们现在去的方向呢 也是会比较冷一点的 所以就好开心 很感动 OK 现在准备来搭海盗船了 我已经看到它开始回来了 好像是只有一艘船 然后它是有半吃的 今天的屋 真的很大 它们本来是说可以看到富士山的 但是这样大屋 我不觉得我们看得到 看到吗 我都说日本人 不是很在乎排不排海这件事情 它们继续钓鱼 还是照样吃海鲜 来了来了 上船了 听说这个是海盗船的那个船 1比1 真实比例 这个是高级first class的 所以比较漂亮的 这要另外给钱才可以进 我们的在楼上 嗨船长 下船就下船了 后来天就到了 说到就到了很快 我上去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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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已经下船了 我觉得香根有一点像 马来西亚的竹马轮 然后雾 然后冷冷 湿湿对 就是很像那个感觉 今天的午餐 是小火锅 天妇罗 还有一点生鱼片 你们期待已久的环节 日本生鱼片四次时间 刚才导游保证说 这边的生鱼片 都不是从福岛来的 可以安心吃 我们的餐厅叫这个名字 你们可以自己去找 我们来得很大 有超级不紧重 你们看 后面就是卦山 有那个感觉 澎湃的感觉 可是而且这边有很大的那个味道 就是刚才导游讲是硫黄味 很大很大味道 很简单呢 这边啊 哇 真的是黑色的 而且热热的 黑色的 就是这一粒鸡蛋啊 听说是香根这边的特产 只有这边的鸡蛋哦 才会变成黑色了 河山打卡完毕 接下来我们要去 万中期待的时间了 玉电厂的outlet 刷牌 这里就是富士山啊 真的富士山 现在排泄 多了起来 还没有出来 这边就是传说中 全日本最大的outlet 它蛮大的 但是品牌涉及的 多数都是我们平时看到的 Tom Brown啊 Bandana Republic啊 Koch啊 然后没有LV 没有Chanel 这些大牌子 Dior也没有 但是这个outlet哦 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 比云顶的厉害 我们看到了这里有一个 这样子的装置 Look at the camera 321 哦它自己帮我放一个 富士山上去 它自己批上去的 380yen嘛 380yen等于 11块 但是这里只能用iPhone啊 写了 你剩下了吗 Only iPhone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这个叫做 山梨县 然后我们今晚住的hotel 是一个温泉酒店 所以等一下泡酒店的温泉 听说日本人泡温泉是要拖到光光啊 现在我们的hotel就是靠近这个山中湖 那大一场在二楼是长这个样子的 啊 啊 今天我们的房间 哇 会不会有点太大了 123 我们只有两个人 哇 有浴缸 日本人的浴室一定有浴缸 OK 吃晚餐去 OK 现在换寓意了 准备要去泡温泉了 是露天的 还要跟很多人 share OK 泡澡去 第一座我们今天的行程 是去人眼海 看富士山 富士山 今天就一看到了 昨天天气实在是太多云了 完全看不到 好彩今天只有一天还看到了 那个云一点点 要没有了 这样子慢慢的吃掉这个山了 人也八海 我们到日 他们讲有一个池塘啊 是可以反映出那个富士山的倒影 啊 反正今天 这边的气温太好了 所以我可以走 但是不得不说 日本的河流水真的很清 你看 清淘 真的很清 完全可以看到河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们的河是brow color的 好滋味的绿茶 好喝好喝 但是我应该不会买 对 很少喝 这个水就是富士山流下来的水 然后可以直接喝的 现场喝富士山水 南式的要表演喝 女士富德拍 有日本味 有日本味 看到吗 它这边的意思就是 听说喝了这个就是他们常售的秘诀 冷冷这样哦 没有什么味道 又出来了富士山 它就是完全跟着云多云少 然后看下它要不要躲起来或者跑回出来 而且它这边有一个池塘可以反映那个富士山的导音 对啊 诶 可以有 噢 坐了两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刚刚从人叶巴海 回到来东京了 我们现在就是第一站在去夜园 很多电子产品 又有女部咖啡店 然后18斤进的东西 对我们现在要去上野布京吃一个shabu shabu午餐 吃完之后听导游讲是要带我们去到海草寺那边 就是 然后在那时候我们体验了冬天的时候穿和服嘛 现在要体验一下夏天穿和服 我这件衣服这样滑我都留汗不要开玩笑 下不下补一杯 神迹蛋 现在走着去租和服的那间店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因为是自由行啦 然后我们是在Kerlok町的那个和服配套 去到上面了我们差不多了 两个小时才选到那个衣服 然后才有那个摄影师跟拍什么什么的 然后现在我们因为跟团的关系 所以导游已经帮我们打电话 做好了关系 然后我们上去就可以直接开始shabu 这个是他的价钱最便宜是9800元 然后越来越贵 然后后面越美的就越贵咯 正绣是最贵咯 一般女的在换衣 一般男的在按手机 然后现在我们做一个低盘法 这是传统日本女生穿和服的时候做的 我早回来了之前我拍的和服的那个造型 就是盘法的 然后我想这次我不要盘法 再绑两个鞭子 没有两个鞭子还是两个丸子在下面 丸子 啊对丸子讲错 再绑一个丸子头很好看 很好看 好看好看 这是选了这一套比较夏天的 有点橘子橘子的感觉 装了这个小法式 这下再拿个包包 然后就可以了 经过我们一顿超纯蒙如虎 已经大概拍了三四百张照片了 回去慢慢选 现在我们就会去换衣服了 买一个五百元的酸酸草莓 真的酸 因为五百元一定要吃完 跪着也要吃完啊 你一次过帮 大概四五个人一起拍 哇累哦 但我很羡慕就是在 日本的这种啊 跟拍 他们就是对着这个点 就是他们很熟悉所有的 拍摄点 熟悉所有的机会 然后他们就容易一带 就可以带你去 然后就拍就没有这样累了 你要再熟悉多一次 这里好哦 有辐射这里 来 今晚的晚餐是更带对哦 网红抽菜拉面 这个就是他的出名菜色 抽菜拉面 挺好吃 不懂小龙醋酱 其实喜欢吃这种小点 感觉不错 因为很多人 那个人远远不绝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机器 你可以看啊 那个菜单 哇很多 但是有英文词的啦 所以你们也是可以读到东西 我现在闻到是很浓 很中味道的一个香味 哇你看那个汤头 哇浓哦真的 应该是很中口味我觉得 哇 真的很浓 滚麻辣汤的感觉 因为导游下班了 对啊 变导游了 Welcome to Shinjuku 变导游 变导 对啊讲我介绍完了 这条件留给你们自己 继续 美好的一天 结束 重夸合并开始 现在去这第三间了 去跑道附近的 比较安全 最好还可以趴回去 你看第三间 发生什么事情自己讲一下 妈都在厕所 都听说过了 其实你如果在日本 你留下手机 他们都会还给你 第三话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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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去迪斯尼连 上次我们是去迪斯尼戏 迪斯尼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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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今天天气好好 很大风 开乐 他们的衣服很可爱耶 不飞呢 在这边 这我小时候的感动 我的妈呀 我也太爱迪斯尼了吧 我刚才看到 Vinny的铺 我毛张起来很感动 你知道吗 因为小时候看的 他竟然就大大哥在我面前 哇 这有眼泪要酷了 小大门直直走 Vinny的戏 我会看到的我抬头 哪一个 他会这样子 放眼花的吗 放眼花 哇 Polka Dot的 Cute哦 最经典款的就是这个了 是 我要去看 看日本今天这个清晰度都高张的 很害 没有想到拍拍下 怎么滴都会吃完 这样滴弄到水了 他喷出来的 他们反正会跟着冬的哦 跟着做狗狗式的哦 我被人吐很高耶 上瘾了 哇 很好看 Cute里面的食物也是好吃一下 我有一种园区食物不好吃 他真的是好吃一下 败得过马来西亚三十多块一盘的那个 很Q耶 说那个小伙子 找船看风景 你看我顶部是那种很刺激的东西 你看那个生如可怜的人来陪我玩 这种小孩子的 手都拉不下来 不用拉的 这个是小朋友 你看下前面 这个是小朋友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你来日本看游行是一定要全部收下来的 不能站起来的 很有思绪 哇 你看这个像到他嘴巴不能挂他 各位我最新成功了 本尊回應了 真的很像最明星 OMG 我總覺得Disneyland真的比DisneyC好玩 我個人而言 100倍 對因為都是我認識的卡通 可能DisneyC的卡通比較新 不是我的年紀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親眼看到他們 這樣大個樣子 很真實的還原在你面前的話 真的是會很感動 我剛剛很多moment 我都眼淚是打磚要哭出來了 本來講說是一蘭拉麵就好了 隨便吃 大家不要要找一個 我沒有開我們就吃這一點啦 okok 出名的鰻魚蓋飯 因為我就是 可是講吃鰻魚飯我沒吃 哇 這裡感覺不錯喔 它有白燒 有薑燒 我看你吃的是什麼口味 薑燒就比較中口一點 白燒就比較清淡一點 可以吃到它的尾味 這鰻魚飯有多意思啊 一碗要5700元 白煙就是說 麻痺150塊左右 差不多白氣耶 對 聽說傳聞中全東京最好吃的鰻魚飯 真的很像 白燒 白燒 就是沒有茶澆的薑燒 也是美哦 嗯 這麽你 是你的啦 過來一直吃我的這麽 哦呦 很美的哦 然後他淋了薑汁在那邊翻 那是一口吃 嗯 好水濃醬哦 哦那這顆影片然後懶了 白燒還是黑燒的好吃 嗯 中口味的話就選薑燒 這個比較清淡的 然後你嘴比較鹽味吧 就是鹽味而已 我覺得這樣啥比較好吃 等下我不要拍了啦 我要吃了 今天是在日本的最後一天 主地又回來了 我們決定吃海膽飯了 順便帶你們來看看 現在主地市場到底是什麼情況 Welcome to Tsukiji 哇好多人啊 哇哪哪都是人完蛋了 有Sakimi Toro 你們這個是海膽 今天有海膽耶 上次有田蝦現在沒有了 總結日本海鮮市場 還吃很多人 真的 但是外國有客 是蠻多的 占大多數啦 這次回來還是吃這個 五色海膽飯 九千六Yen OK這個就是 上次我吃的一模一樣 就是五種北海盜海膽 有什麽勇敢不勇敢的 這個很像俠腦的 吃飽喝足了 現在我們就準備去營作了啦 開啟我們的最後重刺 賣耶 外國戰功 在日本吃拉麵一樣哦 也是要按Machine 一碗這個有點貴耶 米其林的一碗要千五Yen耶 大概馬幣四五十塊 那現在在馬來西亞也是啊 不好吃的也是賣三四十塊啊 這家店特點的就是夠小 真的很稀很小 一碟點的位置嗎 就這樣一碟的湯 好 謝謝 哇 哇 就是慘了這一口 它已經不是拉麵湯了 它是雞精湯 一年一吃 對拉麵師傅最大的尊重 哇我吃完了 總結一下這次跟Yolo Diving 和Type 2 Japan的旅程 七天五夜正式結束了啦 總結一下這次最開心的哦 是認識到一番很可愛的團友 然後也可以深切的知道 自由行跟跟團的差別 跟團的話就不用待腦哦 你不用plan要去哪裡 很適合那種很忙的人 重點可以去到一些自由行 比較難去到也比較遠的地方 比如香根啊人野八海啊 這種地方呢 其實我覺得自由行 我們應該很難得會去吧 因為它又很遠 然後最重點就是 你們最關心的日本現狀 其實我覺得一切真的是很照常 然後大家也是生一片照吃 旅客也是同樣的多 而且很多都是華人點 也不全吃阿摩啦 畢竟生活還是要過嘛 就該吃吃該喝喝咯 提心高膽也不是一個 好辦法 OK這套旅程結束了啦 現在我們要準備入閘了 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就一起去啦 掰掰 Sayよなら 哇 最好 好